Take me to the star 脱离犯人的轨道 相信一生我们逍遥 你其实对自己很严苛耶 还好啦 真的吗 对啊还好啦 真的吗 我一直觉得你对于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可能包含舞台上 甚至像是未来 你说还想要如果有这个大萤幕的演出 像是创作的部分 音乐歌唱的部分 你应该对于自己这个部分 其实要求都算是蛮高的哦 就是 就是尽量不要做到 将来自己看了会后悔 听到会后悔 以前的后悔是太多了 你不要自己爆料 我从来没有逼你了 没有 谁说生命是奔跑 都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能够完成你的创作呢 呃 创作其实没有说一定要 关在一个房间里 当然那个是 那个是最后行程的部分 我关在房间里把它画成音符 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呃 当下的灵感跟那个通电的感觉 突然有电 哎 啊 我要做一首这样的歌 嗯嗯嗯嗯嗯 然后开始有想法 那通常形成想法会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那如果有人给我设定 哎 你去写一首什么样的歌 像那个 와 那个那个歌很卖钱 你赶快去写一首 哇 不行 通常三年后还没有交出八小节 那个 A 段都还没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如果不要给我设定 比如说 其实我这个人 你给我换一个方式 你叫我去看一部电影 那那个电影里面 可能有这样的一首歌 那我看了 我自己就会写 而且很快 你知道吗 我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感动 而不是你要求我 这一次很多人 除了听到你的音乐之外 更注意到了 第一个 像我看到 第一个你造型不一样了 这次更帅了 瘦很多对不对 我一直都不会去排斥 做什么外形改变 如果下一招 他们希望我变得很吃肥 因为愿意 没有人这样的啦 叫我穿裙子也是OK 就是好玩嘛 没有说 一定就是要有那个样子 但他们说 希望我这招瘦一点 然后看起来舒服一点 因为是快乐的摇滚 不要那么颓废 我说好啊 这样怎么样都可以啊 对啊 可是我印象中 你不会很胖啊 为什么他们还要求你再更瘦了 这就是牵责到我们现在的电视呢 很多都是一斤四十二 十六比九 对十六比九 会把大家的脸都往旁边拉 都是十六比九 对不对 对啊 通常你看到本人的时候 就哇 比电视上还瘦 对啊 对所以还是就会造成这样 艺人都很惨 有的温宝 找到了解药 我不太会造成这样 感谢观看